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到英国感觉阳光灿烂 上次来的时候感觉阴天很多 今天来也挺暖和 其实这是唯一挺热闹的地方 枪枪三人行 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节目 十四年来还是头一回到了外国 台湾还不能叫一个国家 对吧 但头一回我们到了伦敦 真的文道 昨天你没跟着我们一起 我刚看了那个片段 看到一副鬼子来了的样子 他们接我的人都说 就说你这很大牌 怎么了 姚明给你开路 姚明先出来 然后文涛才肯出来 你知道吗 我看你们两个委员到了伦敦这趟 这个造型这个状况得小心点 为什么 记不记得当年国父伦敦蒙难记 被这个大清国使馆逮回去吗 我们中国使馆也得把你们收 我去免得你们在这给中国人丢人 我们到这儿正是应该有所为 对吧 你像这个一到这儿 我们就这个 我给你讲文道 这个咱们要跟国内的同好们分享 对吧 这个是香港那些狗仔队八卦报纸的祖宗 英国的小报 我得准备一下才能给大家看 这个摄像机对着了我 我得准备一下 你看看一下 这家伙 我跟你说 你看这背后散步 还有一个 我再给你 这个这个 我准备半天了 就看 看啊 熊老师 按着那个 按着那个 得两个人 按着两处才能再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一下 英伦的 英伦的 对吧 你看你们这什么中国人 咱们英伦的别的事不干 时差都没倒过来 马上先买太阳报 那我一到伦敦下午 人家我就去了查林十字路 哎呦 那是一部著名的电影啊 看着我都哭啊 不是我去那条路的书店街嘛 对 我就先买了几百磅书了 结果没想到 我也是 伟人出版物啊 这正是英国文化的两端 是吧 而且呢 都是英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对对对 这徐老师你看看 你还没缓过劲来呢 徐老师 刚刚抹鼻戏 不是文道你可以看看 我们这个有史以来啊 这个头一次你看看我们这个景 对吧 大家可以看 我先把扣子托上 大家可以 可以看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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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凤凰卫 是欧洲台的办公室后面的景 对对对 你说 这是窗口 我们这一次就住在后边的一个其中一样的房子 跟这个很像的一个一个房子里 这是好地方 对西区 伦敦西区 因为伦敦基本概念就东跟西嘛 就East and West End 大家都说西边是好 东边是穷 我们以前学习恩格斯的著作的时候就知道伦敦西区 对 而且你们这个西区呢 其实也不叫伦敦了 这其实是市郊了 但是呢 这个市郊呢 还不是奥运那边东边的市郊 那边是比较穷 因为奥运是想把东伦敦的香蕉地方给带起来 但你们这个地方那是什么地方 这是过去伦敦市区内有钱人家 到了伦敦市区郊外买个地方买个院子当别庄的 所以这个地方 西山 这个概念 Richmond嘛 对Richmond 有钱人嘛 有钱人 乱拼 其实不是MD MOND 但是以我这英语水平就可以理解成 住在富人区 对对对 我们也是住在富人区的 是吧 而且呢 这次这个说起来啊 来的真是不容易 艰辛的 所以说 虽然我们到了这个伦敦呢 我们也得 哎 你看我们这景 文道 这就14年来啊 从来没给我们换过这个房子 大家看看 哎 我觉得哎 你可以再来一个全景 我觉得这次我们这个枪架三人行伦敦特别版的设计的这个景啊 我个人还是很欣赏的 你看 大家注意看哈 这里边没有任何一个植物广告 但是看起来充满了植物广告 看起来全像是广告 就像是广告 实际上没有一个广告 这个是设计 我觉得其实比我们原来平常做节目那个景还好啊 漂亮多了 对啊 以后像 可惜轮动奥运子开两个礼物 以后就干脆凤凰就请我们在这住下来 在这长坐 想起也有旨意啊 是吧 不回了 不回了 就别回去了 就专门订太阳包 这次我们一路这个封城过来的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有点遇事咱们未来的前程啊 是不是也只东方东方不亮西方亮 你什么意思呢 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几乎是没出发就走不了啊 到了伦敦 风和日丽 可是你知道昨夜我们走的时候 我都已经跟徐老师说 我说赶不上就都赶不上了吧 就是 十号风球吗 香港啊 这个叫什么维森特 十号风球 文道你知道 十号风球了 我们公司的司机拉着我去走 你可以看一个照片啊 拉着我去走 香港跟战场一样 你看这是青马大桥 青马大桥嘛 去机场那道 青马大桥 本来八号风球 青马大桥的桥面呢 就不让走了 对 因为这个风就刮过去嘛 我们去的前一刻 刚刚通车 开始都让我搭机铁了 你知道吗 你看这个 哎 我们这个接我接我 从那个工业村 就我那个 你再看下一条 叫不到出租车吗 没车到是不是 你看 这个还比电信 你的家乡 你的家乡 碗口处的这个树啊 咔咔的都 然后路面上没有车 然后到处是倒树 基本上就是2012 那个电影的景象 没错 就2012就更像 那听说北京更像2012 是是是是 对 所以故宫可能有 对那个 那个香港呢 这个他们很骄傲 就这么大的风浪 很多很多书啊 别的报警啊 什么 还有人火车都困下 困了一个晚上 但没有死一个人 没有死一个人 哪儿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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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死一个人 没有死一个人 对对对 灾难是很大 你知道我 我是下了飞机 到了伦敦 我听说北京淹死人 我是吓一跳 说北京哪能淹的死 37个 37个 这我真的太震惊了 很沉痛了 很沉痛了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身在伦敦呢 也是这个 没法离开这个话题啊 就说一个首都啊 下场雨 那死37个 但是那个雨 据说是61年 但是这个 真是超出我的 过去的很多想象 因为我过去的 很多想象 我觉得一个首都啊 他的这个标准 是不是应该百年一遇 乃至千年一遇的 这种暴雨 后来事后 但是现在的 我们的这个情况啊 现实也是严重的 他们这个水务部门 公布出来的就是 我们现在的这个能力 只能应付一年到三年 一遇的 他还有人 有人这样说 他说我们的设计水平 是准备应付三到五年 再多了呢 这个平常资源 就是浪费 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大 对这样的说法不大 对 那你三到五年 那你碰到十年一遇的 你怎么办呢 可是我听过一个说法 有人说这趟北京 长安街上是比较好的 对不对 所以有人说 那是清朝的时候 做的排水系统 他们考虑百年一遇 还有明朝的 还有明朝的 这个我就跟你说 这个就是我觉得有搞笑 有调侃的成分 不是真的吧 不是 有人这首先一个调侃的成分 说一鹤圆就没烟 故宫也没烟 为什么 因为明代的排水系统 对吧 但是这个有调侃的成分 因为后来我看电视台记者 也是就说反思这个事 就说为什么北京的排水系统这么糟糕 因为有些地方用的还是明代的排水管道 恰恰就是用的明代 对对对 所以说是这个 不是明代的好啊 你一个正义明明 我觉得有可能啊 不不不 可是 咱们先去下广告 去下广告 枪枪三月行 那我先看下太阳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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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来了 这些从叱咤赛场的老将 有的再次披挂上阵 有的无缘奥运 为了五环梦想 他们迎难而上 挑战极限 他们的坚持足以击毙一旦人 体谈老将们的奥运故事 完美与梦想同行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纳入医改 古老中医 焕发勃勃生机 中医院不信中了 信息了 高昂的医疗费用啊 是很难持续的 风波不断 中医国粹 频频在社会上引发热议 甘肃省在大力推广的 蒸汽运行法 说可以打通任督二脉 他后期他的学校的练功 都是两回事 问答王国强 双击午夜神问答神州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你知道最近国内 咱们现在在国外说国内 这感觉挺好玩 最近国内开始兴起一个热潮 就是观赏外国下水道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我也都有点叹为观止 我们看看这个 这是法国巴黎的下水道 巴黎的 这还是人巴黎下水道 这是古老的下水道 下水道博物馆 就是那个时候的 您见过下一个 再看看这是哪啊 这是伦敦的 这是咱们说伦敦的下水道 对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是东京的这个下水道 我刚看了最新一集的蝙蝠侠 就是讲下水道的故事 拍的惊心动魄 但你知道这个 我们现在所在 这个伦敦的下水道 是很有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伦敦这个城市 其实历史上所有大城市 尤其是欧洲人 就我们亚洲还好 欧洲的大城市人口 一直有个成长规律 它一到五十万 一到五十万 马上就爆发瘟疫 然后啪啪啪死 死几十万人 然后几十年之后再来 一到那条线 就马上来死人 一直都有这个问题 主要是瘟疫 那后来那个瘟疫 主要问题是什么 就霍乱 那么当年伦敦 就一直在搞这个东西 怎么回事 终于有一个人 就是破天荒 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大概是水有问题 然后就开始在伦敦 弄下水道 当时还被人骂 说这是傻子白痴 结果伦敦盖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的排污下水道 跟这个食用水下水道完全分的清清楚楚 所以就解决了伦敦人口成长的问题 伦敦才变成后来当年国际上最大的城市 所以人家说这个什么 外国的这个下水道 下水道里能跑汽车 我们的呢 汽车跑在下水道里 那就我们的马路 好像下水道一样 我倒是觉得很奇怪 就是因为我听人家说 这一趟 因为我看起来 我觉得北京人很好 这一次必须要讲这个 就北京人 比如说用微博 然后到处发短信 互相帮忙 有些人你想想看 自己北京人平常也是怕外人的吗 但这时候 比如说把自己家的住址 门牌什么公开 说回不去 我觉得那个派出所所长才感人的 就是牺牲的那个 你就都拍下视频来的嘛 他是背群众啊 救了多少个群众 一个一个背出来 最后触电 机场完全找不到出租车 结果呢 就微博呼唤 结果北京就有几十辆自行车 免费到机场去接客 这真是了不起 这么大的这个雨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收费系统呢 很重视之手 那个那个车轮都淹到大半个了 他们还排长队在那里收费 另外更重 对更重视之手是那个贴条的 这个北京市纠正的也很快 就网上一骂 第二天赶快说 就说都都都不算都作费 而且其实我觉得啊 就怎么说的 当然是挺挺挺挺不地的 但是呢 他就把那些交通血管员啊 全炒了 就是就是说 就是你们这么干不对 啊 就是就把他们 就是说 但我觉得不怪他们 我觉得 所以我也觉得有点 其实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过去老讲的一个题目吧 我们以前讲过好几个 这是管理的僵化 不是那个人不懂应通 对 而是那个人 他从来不能够应变 对 所以呢 当这个时刻发生的时候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说我 我今天不贴条吧 万一上头冠写下来 那怎么办呢 你说我要贴条吧 那至少我觉得贴条准没错 对不对 他是这一想法 那我反而觉得是政府部门呢 应该要有一个很灵极的 很灵活的应变 比如说这一趟我就发现 这么多北京人 私家的地方 都能够开门 让人进来避难多余的 你这些公共场所 政府部门 没有一个开门 对不对 你没有一个开门 那个港区门下面 那个死掉的那个人 这个争论性就非常大 这个我就一直在想 我听到那个新闻 就一直在想 怎么回事 他说水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就是说一个司机 最后就死掉了 他说水压力太大 门打不开 我一直在想 你到门打不开的时候 你应该把窗下来 人跑出去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 他跟他妻子通了电话 但是后来就是 车子都没顶了 后来有救援 但救援隔了很久以后才 但是我们开车的人 听到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非常 不知道能够吸取 一个什么样的教训 这件事 本来就是你车子 如果是掉到河 或者湖里面 通常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先开好窗 就下去一瞬间 先开好窗 但我是觉得真的 你公共场合 是应该开门的 你比如说 因为这是很多国家 很多城市都有 冠例 你日本地震 香港寒流或者台风 或者就在台湾怎么样 一遇到这种事 所有政府的场馆 马上开门 所以这就再再反映出 我们还是一个 在走向现代化的城市 你出事儿 你就显出来了 那些个虚幅的东西 这就碰到真正的考验 你有个大户场 或什么这些是一回事 实际上 你他确实很多时候 跟这个真正的 现代化大城市的反应 效率不说别的 就跟香港相比 当然你知道 徐老师 他们也有一个报道 也挺逗的 说是这个中心社的 这个报道 也被后来也被批评 说是这个 这种报道的口吻 是我们很熟悉的 但是挺有意思 他说的也是事实 他实际上是夸香港 你知道吧 他中心社的香港说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香港啊 这个香港市民 这个刚刚经历了一次 13年来最为严重的台风侵袭 挂10号风球 无一人死亡 因为这个预警 很到位 这个从什么23日 50 20分起 天文台频繁发出警告信号 挂出8号风球后 预警信息 传遍整个香港 全港随即避风 公司支援提前下班回家 渔船返港 电车停运 什么民政事务总署 各区开放24个临时庇护站 268个人入住 什么地下香港铁路 依然运营 然后所以这个 所以香港无这个死亡 然后你看这结尾啊 23日夜 香港风声鹤唳 肃杀一片 如今24日夜 香港灯红酒绿 繁荣一静 但是你看 一到了香港这个本港的报纸 东方日报 就骂什么呢 乘客变灾民 怒诉港铁站 就开始骂了 港东 停电 停电 他们在那里过了一整个晚上 就开始骂人 无线电视台都收不到 枪枪三连行 广告之后见 影视剧金牌编剧 周静之转战话剧舞台 一部花式如期 关注都市男女的情感世界 失恋的大龄女白龄 送来分手消息的快递男 一个孤寂的夜晚 一间暧昧的单身公寓 浪漫的花式 是否能够如期而至 金牌编剧的青春之歌 大剧院邻居里 星期一凤凰为事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斯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传场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化 红花朗 咱们还是到哪个山唱哪个歌 是吧 我现在这窗户外面都看见伦敦的巴士 咱们现在说说 问道你觉得啊 这个伦敦有奥运气氛吗 没有太大的奥运气氛 你下飞机你就感觉到你们那天不一样 因为你们下机的时候是一位有姚明啊什么这八名人出来嘛 对不对 但比如说我比你们早两天到我下机的时候就觉得很怪他除了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什么义工站啊之外呢你出机场整个过程你就觉得他不像在奥运 为什么呢你们出机场检查心理厉害吗没什么检查吗 他那个专门有个接待专区基本上就像当于内地某个楼盘的展销会的会议 然后出来的有三家传媒在采访 对 凤凰 CCTV 新华社 我和你的三家都是迎接我的你知道吗 都拿机器对着我一路招手 我发现中国是半个主场 这真的是 中国这次是半个主场 而且你发现就是我觉得从一下机就感觉到伦敦一点都不紧张 你又很记得北京奥运期间你去北京那个难啊 但现在伦敦你完全没这个感觉 然后他偶尔街上挂些东西 但是你跟一般人聊天没什么太大感觉 我就发现避孕 就是伦敦现在就是避孕 第一就是发了很多避孕套嘛 第二就是老百姓都离开嘛 对 伦敦老百姓我们之所以能住在个公寓里 就是因为人家说你们要搞奥运我赶快跑啊 是吧 都外头度假去了 赚钱 趁机赚房租 其实啊 这个里边原因之一 我跟你说 我觉得这个奥委会是个什么组织 太抠了 我说 就是不是就是说 还是太贪财了 这个五环的这个标志 你为什么没有气氛呢 你知道吗 你可以看看照片 在伦敦的一个商铺想挂一个五环 都必须这么挂 才不被告啊 就说那不准挂圆的 要授权呢 要给钱呢 所以人家这商铺只好挂了五个方块 而且呢 你注意没有 为了怕他告啊 还把那个奥林匹克少写了一个那个 少了一个I 少了一个L 就怕给人说嘛 你再看看下面还有什么照片 这是咱刚刚说北京交通 你看现在伦敦的交通 你来看看啊 这个那个虚线外边的往里插 往里插的那条道啊 就是奥运道 奥运道 你看这现在这个这个网友们给他弄出来的插 然后你看这个 这是五环 这是奥运专行道 这造成的 你再看下边一张 你说最外最左边的这个是巴士道 走了这条道罚款两百英镑 中间那个是奥运的那个专用道 走了这个道呢 罚款一百二十英镑 那边的道是对面行车道 你说让人往哪走 他抠了我去 怎么用一个这个五 你知道咱们公司啊 拍一个宣传片呢 那个导演呢 都没办法 说我怎么弄这个五环 因为你要一用五环 他就要给你收钱 这么黑 然后最后就当然想了个办法 他拿了五个颜色的那个假发 或者什么红光蓝白黑 五种颜色的假发堆在个行李箱 他说你觉得这个观众能看出来是暗欲奥运吗 但你知道伦敦奥运啊 他本来就这年要成本节省的特别厉害 一来呢 现在这个保守党政府这几年一直减公共开支 已经减到院生载道 他的学校的学费也贵 地铁费也贵 那现在办奥运呢 他就更得要强调省钱 非常省 但其实深水深深也还是很厉害 还是花费大 但是问题是无论如何都得超支 但是他要尽量抠 他就得这么搞 但是我的感觉是 伦敦人对奥运 其实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感受 最多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 我们三个幸运的地方是 因为北京香港闹风闹雨 我们跑掉了 那么到了伦敦天气又很好 在我们来之前那一个礼拜 伦敦人跟我聊说 他们很伤心 他们说觉得今年伦敦没夏天了 因为伦敦人很在乎这个夏天 比较英语 对啊 那他们为什么说没夏天呢 因为上礼拜晚上是十二三度 英语还冷 那么结果没想到这两天阳光普照 然后呢 我跟他们聊天 他们就说这个奥运唯一的好处 就可能带来一点阳光 别的他不管 嗯 嗯